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成为自由撰稿人 直写旅行片段和调香笔记 这是小妖怪说过的 他说大人可以写调香笔记 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 这样决绝的安排 让人想起魏无羡辞职线上的那句 香水 残忍的事 调香 非常残忍的事 魏无羡的事被知名媒体相继报道 曾经的首席调香师 他究竟是厌恶调香 还是依旧喜爱 喜爱 为何离开 为何评价香水残忍 调香残忍 如果咽气 他为何还要继续旅程 还要书写调香笔记 评价和猜测 魏无羡全没有看 都过去了 他在想 要给小妖怪找个安全的地方 让他每晚睡得舒服 和自己在一起睡 魏无羡在巴黎的卧室里 放了一个储藏柜 恒温恒湿 他把剩余不足一千毫升的玫瑰殿下 和一百瓶玫瑰安魂取储存在冷柜里 委托了Lula每周来三次 帮他照顾小妖怪 魏无羡用棕色玻璃 瓶装了五毫升的玫瑰殿下 他要随身带着 他还是要去找蓝忘机 可能是开罗 可能是其他地方 此刻的魏无羡 他跟随现身古埃及考古研究的菲拉布斯教授 都相信小型文字留下的故事 童话故事是魏无羡最后的选择 他要按照传说理解是那样 用漫无希望的方法 跟着猎狐座找蓝忘机 那里是归宿 菲拉布斯教授给了魏无羡一本解读星象的书 是他自己整理的 教魏无羡怎么看猎狐座 在地图上对应星宿 最亮的地方就是归宿 打算离开巴黎之前 魏无羡深夜接到了菲拉布斯教授的电话 魏无羡 我在网络上看到你的报道 你的香水居然叫做玫瑰安魂曲 你确定是安魂曲吗 没错 是玫瑰安魂曲 他离开之前曲的名字 他说的 魏无羡 我有个可能会可笑的猜测 看到玫瑰安魂曲这个名字 让菲拉布斯教授想起了很早的事 他也是听一个美国探险家后代口述的 关于安魂曲 幸好教授在网络上看到了香水的名字 否则他可能永远想不起来 魏无羡 没有依据 也没有文献支持 但是 你愿意为他演奏安魂曲吗 安魂曲 拿手安魂曲 我没有曲谱 也不可能找到琴谱 没人知道是拿手安魂曲 只是一个说法 如果大人愿意放弃 为现身者演奏安魂曲 灵魂能够回到归宿 可是魏无羡 我从没看到这样的考古记载 可能只是 教授 我愿意 我已经不再调香了 不需要记载 我相信童话 愿意是 没有琴谱我就自己找 拿手都行 我要为他演奏 魏无羡 那就在你们去过的地方 做安魂曲 万一有希望呢 这是他留给你的名字 乐器 魏无羡只会小提琴 他立刻着手选择安魂曲 可安魂曲太多 许多的版本 许多的创作者 究竟该选哪一首给小妖怪 他才会喜欢呢 打印了七至八份琴谱 魏无羡的小提琴学艺不精 没法完成任何一首安魂曲 小提琴麻烦是 魏无羡立刻拨通了 灵木俊的电话 没有犹豫 只要能有一点希望 魏无羡不在乎任何人的冷眼 或者哀求任何人的帮助 其实是灵木俊 说明小学安魂曲后 小提琴是没有问原因 他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小时后就到了魏无羡家 俊 谢谢你还愿意来 上次是我口不择言 请你原谅 魏无羡 举手之劳 我在媒体上看到你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想 是和蓝忘机有关吧 他走了 嗯 但我在找他 那希望你能找到他 俊 谢谢你 你是个绅士 有才华的绅士 魏无羡拿着蓝忘机送的琴弓 灵木俊给的小提琴 小提琴家都夸赞说 琴弓很精致 灵木俊还说 以魏无羡基本功 他亲自教 如果只是想演奏一支曲子 一个礼拜可以学会 灵木俊让魏无羡选定琴谱 魏无羡取气不定 他拿着琴弓 想起了听灵木俊演奏会的那天 蓝忘机的生日 好像小妖怪说过 大人 我妈妈说 莫扎特的才最好 俊 莫扎特 莫扎特的安魂曲 好 这首好 不太难 你能学会 魏无羡最后选择在屋顶花园 为小妖怪演奏安魂曲 又是为难 可他还是给Robert打电话 询问是否可以再上去一次屋顶花园 Robert很意外还能接到魏无羡的电话 以调香师曾经的骄傲脾气 依然发了那样的公开信 再也不会低头 Robert 对不起 我知道给公司带来麻烦 很抱歉 很抱歉 我理解您不愿意再见到我 我想再请求您 能不能让我上去屋顶花园 我想在那里演奏一支曲子 魏无羡 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离开 屋顶花园和尼罗河花园的销量暴涨 大家说是你的绝版之作 供不应求 你还是最顶级的调香师 谢谢您 不过 没问题 我见过很多有才华的人 有才华的人都会做奇怪的事 你去吧 不过只能晚上 让Lola带你上去 她也太厉害了 连我秘书都被骗了 哈哈哈哈 这天一晚 Lola和Fill陪伴着魏无羡 在屋顶花园的木兰树下 开始她为蓝忘机学习的安魂曲 魏无羡不知道安魂曲有没有用 也不知道灵魂安息 得意解脱是什么意思 转发 starter 让Lola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